这艘飞船内部温度高达40摄氏度 女人用力砸向飞船导热器 温度持续上升 随时有被灼烧的可能性 这个女人就是数学天才盖尔 她得知了哈里的死因 原来一切都是哈里的阴谋 哈里却怪责她突然出现 导致瑞池白白丧了性命 在哈里的逼问下 她终于说出深藏多年的秘密 她曾感知到星球会被炸毁 也感知到了哈里去世那晚将有大事发生 起初这些预言画面只出现在梦中 她曾看到自己的星球被海水淹没 于是开始学习数学 就是为了验证这些画面的真实性 这时飞船出现晃动 他们距离赫利肯星越来越近 盖尔好奇他为何要回老家 他这才说出自己的计划 原来在端点星建立基地只是个幌子 真正的基地其实在赫利肯星 他一直以来建立的信仰崩塌 哈里希望利用他来完成大业 却又向他隐瞒真正的计划 他面对盖尔的指责无动于衷 坚持将他困在飞船里 他被逼无奈 只好破坏飞船的导游系统 内部温度持续上升 正常人根本无法忍受 两人争执不下 他最终心软放盖尔离开 他乘坐来时的休眠舱 刚刚经历完35年的旅程 又开启了138年的旅程 而目的地就是他的故乡 蓝飘星 我开启了138年的旅程